铁打的金庸流水的翻拍 金庸先生笔下的各路武侠名著都是被翻拍的重点对象 这其中金庸经典武侠剧《射雕英雄传》一直是被翻拍的重灾区 到目前位置总共被翻拍了7次 该数字即将被刷新至8次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 由腾讯出品的新版《射雕英雄传》 已经正式开机 该剧将采用单元剧的模式进行拍摄 共分5部单元剧 多写吸毒 南地北盖 华山论剑 九阴真经 铁血丹心 目前已确定第一单元东斜吸毒已经开拍 网上已经曝光了郭靖 黄荣 黄耀师等演员的剧照以及定装照 网友看后认为这对郭靖和黄荣颇有些妇女像 而黄耀师和欧阳峰确实很帅 新版射雕英雄传黄荣 包上恩 剧照曝光 新版射雕英雄传郭靖 刺杀 定装照曝光 新版射雕英雄传红七公 何润东 定装照曝光 新版射雕英雄传冯衡 陈都灵 剧照曝光 欧阳峰 高伟光 剧照曝光 新版射雕英雄传黄荣师 周一维 剧照曝光 目前腾讯官方确认计划将翻拍六部金庸剧主 射雕英雄传只是个开始 即射雕英雄传之后 神雕侠侣 倚天图龙记 天龙八部 笑江湖 陆顶记也会相继开拍 翻拍名著大概率会翻车 尤其是经典中的经典 而悬角更是重灾区 不过此次射雕英雄传采用单元去拍摄手法 也意味着整部剧中的主角将不会固定 每一个单元将独立剧情 这种形式充满了新意 至少在金庸武侠剧中也是算是创新形式 另外 该剧大概率将在腾讯视频手 想要追剧的可以提前准备会员了 8075484 2 6 6 7 7